现在看到的这款5G设备体积仅仅只有69升 重量大概是在40公斤左右 在实际商用场景中只需要两个人一小时 就可以完成这款5G设备的安装 而传统4G设备可能需要5个人一天的时间 才能完成溃线天线等设备的安装 在国际上对于电磁辐射都有一个定义的标准 在欧洲大概是10瓦每平方米左右的一个标准 美国是6瓦每平方米 而我们中国来说是相对严格的 它大概在欧洲的二十分之一 也就是0.47瓦每平方米左右 我现在测试的是5G设备的辐射 那么我现在离它50厘米 它的数据是0.1左右 我现在测试的是4G的基站 同量离50厘米 它的数据也是0.1左右 我现在测试的时候 我现在测试的是5G设备的辐射 这些是6G设备的辐射 这些是6G设备的辐射 所以我现在有个组合 就是5G设备的辐射 那种就是5G设备的辐射 这些辐射 是1G设备的辐射 就是5G设备的辐射 最好是6G设备的辐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